我昨天下播了之后 因为一些事情搞得我烦 搞得我老烦了 我吃了三粒退黑素 昨天都没怎么睡到 到了半夜五六点才睡着的 说不被影响还是不可能的 现阶段 昨天本来其实有差点没忍住 想打个电话过去的 但是忍下来了 忍下来了 有很多事情已经不一样了 很多事情不一样了 不是我一个人说 不忍就不忍的 已经不一样了 可能是我们吵架吵得太多了 我以前老觉得吵架吧 越吵你们感情可能会越好 我现在觉得吵架是真伤感情 我们近四个月吵架吵得太多了 很多事情已经回不到过去了 就把感情好像吵得有一点 吵到后面 就是把感情吵淡了 有可能 很多事情已经不一样了 以前老觉得越吵感情会越好 现在真的不这么样觉得 我现在觉得越吵 你感情还是会吵架 吵得已经不足以支撑 这一次了 虽然说我每天 我每天 哎呀我每天各种想法都在脑子里 我每天有三个小人都在打架 我每天 就是有一个小人在告诉我 都已经就是都这样了 就别回头了 继续往前 然后过一会儿 有个小人出来 真的就这么结束了吗 你真的要选择放弃了吗 然后又过一会儿 又有一个小人 又有一个小人来告诉我 别忍了 你再那个勇敢一次 就是三个小人一直出来 在跟你打架 其实现在我不管干什么 我也就是在干 我自己认为觉得对的事情 你怎么觉得 就你怎么觉得吧 其实昨天 昨天下播之后 我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 心里确实很难过 心里还是挺难受 还是很受影响 我本来以为自己不会 但是其实还是 然后我就选择了 我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我选择去那么干了 干了之后呢 又会有很多声音来说 你怎么样怎么样 我也没办法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就你怎么看吧 你是怎么看这事 你怎么看这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